因應水情嚴峻 經營部長王美花表示 除了抗旱水井之外 還有陶竹幹管 新竹海淡廠等被源調度方案 可以確保五月底之前用水充足 除此之外 水利署在新竹 更是啟用了十七口的被源水井 可以穩定出水三萬噸 近來水情吃井 經營部長王美花提出科學園區廠商 可以早景取水 引發各界議論 行政院長蘇元昌九號解釋 其實三年多前 政府就已經投入將近二十億 遭抗旱水井超前部署 經營部長王美花則表示 除了抗旱水井 還有陶竹幹管 新竹海淡廠等被源調度方案 確保五月底前用水充足 新竹水情尤其嚴峻 目前呈現第三級減量供水的塵燈 竹科半導體及面板廠等用水大戶都已經做好啟用水車在水的準備作業 除了陶竹幹管送水 水利署也啟用了頭前西高灘地十七口備源水井支援 每日取水約三萬噸 也跟新竹市合作設置水資源回收中心 二月起每天供一千五百噸的再生水使用 到目前為止我們使用的 利用這些水井所使用的這個水量並入到我們的自來水供水系統裡面的這個水量超過五百二十萬噸 一天可以供應二十萬噸的水到這個新竹大新竹地區 那除此之外 我們也在去年十一月和水利署緊急的這個設置的海淡廠 陶園市長鄭文燦久後也視察抗旱應變抽水公罐 表示支援新竹沒有問題 目前備源水井跟工業水井都已經全面使用 政府已經通知工業區不論有沒有水權狀 在抗旱期間可以使用地下水 另外也多管旗下調度水源 公罐一起到左 那我想這一次抗旱是多管旗下 河川取水是創局 包括我們各工作站的團隊 全力以赴 終於讓這個一期到座可以順利的插秧播種 而台南因為水情吃緊 今年一期到座大面積休耕 台南市長黃偉哲九號表示 如果水庫到了五月底六月還沒有進帳 恐怕連第二期到座也會受影響 希望老天爺幫忙下旗石浴 把民生用水與農業用水的問題都解決 記者綜合報導